农村小伙的皮鞋店开业第一天只卖出去两双皮鞋 人家还不太放心 这真的能穿五年 你尽管放心 我们的质量肯定有保障 这是我们的三包卡 三包卡是什么东西 凡是在我们鞋店买的鞋子 如果一周内未经穿过或者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包退 凡一个月内出现断底断帮等质量问题包换 如果三个月内出现开胶掉线掉根这些问题我们包修 这意思 我这买的鞋有了问题 就可以回来找你们修或者换 当然 罗阿姨 我们能给三包 这也侧面说明我们皮鞋质量是非常好的 你只管放心的穿 罗春梅和王燕笑嘻嘻地提着鞋盒向外走 罗阿姨 如果你们穿着这些满意 多多帮我们宣传宣传啊 好东西 可就得靠你们的口碑相传了 放心吧 这皮鞋要真的质量好 我们肯定替你全场宣传 第二天王燕穿着新买的皮鞋去上班 大家都注意到他买了新皮鞋 王燕 买新皮鞋了 挺洋气的呀 这鞋的款式看着挺漂亮 百货公司买的 我昨天才逛了百货公司 怎么没看见 不是 我这是在步步高皮鞋店买的 新开的店比百货公司高级 这些皮鞋全是护士货 质量有保证 所以说 大家根本不相信 百货公司才是最好的代名词 还有比百货公司高级的 不相信 昨天我跟罗春梅一起去的 开皮鞋店的还是他的熟人 那这皮鞋挺贵的吧 不贵 一天不到两分钱 一天不到两分钱 王燕 你说些什么鬼话 我没说鬼话呀 确实是这样 这双皮鞋 给我折扣后 二十八元钱 质量好 至少能穿五年 平均下来 一年六块钱 一天两分钱不到 全车间的人 都被这么一个平均算法 给惊呆了 王燕 你别走 下班后 带我去这个店看看 我也要去 整个车间的人 对这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不得不说 这无形中 是进行了一波免费的宣传 噱头十足 第二天一天 皮鞋店依旧没人 快下班的时候 那个招待所的大哥走了过来 买了两双皮鞋 买完却没有离开 一直看着皮鞋店的招牌 书 你这是还打算 给家里人买两双 黄志国左右看了看 靠近毛兔 你说 开这样的店 不会惹麻烦吧 毛兔脸上的微笑 渐渐凝固 你别乱想 我就是问一问 我看许多地方说开放 但也拿不准 看你这么搞起来 所以就想问问 毛兔这才松了一口气 刚才黄志国的问话 真把他给吓了一条 还以为 是来威胁找麻烦的呢 书 你也是个业务员 经常出差在外 也算是走南闯北的人了吧 这个形势 你应该比我看得开啊 实不相瞒 我们厂子 现在也在军转民 我只是在想 要不要自己出来搞 可这也拿不准啊 我就是看你这搞的规模不小 挺有胆量和眼光 想来问问你的意见 这我哪敢轻易给意见 这要成了 自然是好事 万一人家搞不好 那不怪自己瞎出意见 书 我不清楚你是做哪一行的 也不了解你们这些事情 所以 你自己想怎么搞 这真的 只能自己拿主意 别人的建议都不起作用 只能自己多听 多看多想 不过这南方是先行者 春江水暖牙先知吗 他们在南方 可能比我们更知道水暖不暖 哦 这话 导向是给了黄志国某种 肯定的信号 他好像得到了某种信号指示 对对 春江水暖牙先知 黄志国走后 卯兔就安排缺牙齿几个回家 他们现在都有一身工衣 的雀梁的衬衫和牛仔裤 皮鞋 这时王燕带着一群女工过来了 老板 我带人来照顾你生意咯 多谢多谢 看看 这皮鞋店 是不是看着比百货公司高级 嗯 嗯 这皮鞋店 看着真带劲呢 与我去市里看见的那些皮鞋店 还高级 款式好多 比百货公司的款式多了去 一群女人叽叽喳喳 吵得卯兔头都大了 连忙出声 谢谢大家来店里逛逛 我们的皮鞋 肯定是款式多 尺码齐 能让大家挑到自己心爱合适的鞋 至于这个两分钱的皮鞋 大家静一静 耐心听我跟你们讲解 卯兔随手拿起一只皮鞋 跟大家做举例 大家看一看 我手上的这一双皮鞋 跟王姐脚上穿的这一双皮鞋 一个价 三十块钱 她的质量这么好 在我们三包的情况下 可以穿五年 平均下来 是不是一年只需要六块钱 哦 这些女工 大多文化水平不高 但算账的能力 还是有的 按这样的平均下来 是不是一个月只要五毛钱 分摊下来 是不是一天只要两分钱 对对 就是这么一回事 真的能穿五年 穿不到五年 能回来找你 当然能 我们质量三包的 穿不到五年 你回来找我 这个时候的皮鞋 本来质量就好 再说一个月工资买的东西 大家买回去 都会好好保养 很快一群女人 就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卯兔的皮鞋店 也算打出去了一点名头 过了几天 黄正龙和一个公社的知书 来到了店里 一处视察工作的样子 黄队长 文知书 你们可真是喜客 我们今天是来县里开会 这阵子 一直听黄小刚说 你这开的皮鞋店怎么好 我就来看看 果真 我就是没见过世面啊 光听黄小刚说起 怎么扬盘 怎么高档 现在亲眼来看过了 我才知道 这个皮鞋店 是怎么一个好法 文知书 黄队长 走路可了吧 来 喝点水 润润嗓 这一次我来城里开会 主要是吹吹风 现在 上面要评选万元户 我就捉摸着 以往我们生产队 可是没什么好事情 这一次 能不能争取露个脸 评万元户 我知道 你前阵子贩卖一些土特产 挣了一些钱 可我不知道 你究竟挣了多少 我就是来问问 你挣的有多少 看能不能报个万元户的资格 啊 毛兔不可能老实的交代 黄队长 你当初也看见了 我分家出来单过 连饭都吃不上 我就是冒着风险挣点饭钱 再说 我们县城这么富裕 万元户肯定不少吧 只怕人家早就把名额占完了 屁 哪有这么多的万元户 我看卫东公社 他们一口气 报了八个名额上去 可那八个人 我都打听了一下底细 能有几千块钱 就顶翻天了 哪有收入万元 他们就是夸大了说 这个 不可能夸大吧 人怕出明珠怕壮 怎么不可能夸大 这真要凭上万元户 县城表彰开会 除了有奖状 公社也有表彰 而且 还有一台缝纫机当奖励 这就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好机会